不用太担心说我自己过场 会不会被男生误会 会不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其实这个都是很好处理的 小阴唇的手术呢 我觉得我们都会跟客人讲 会来做的族群大概有几个族群 一个是比方说小阴唇过场 导致它摩擦等等 造成不舒服 或者是导致它有一些皮肤炎方面的问题 第二的话刚刚讲可能是健身的族群 它可能会压迫 让它在运动上面比较不方便 第三的话可能就是心理上会觉得 跟伴侣上让它会觉得有点自卑的族群 那这些的话我觉得 我们一定能够改善的是它的外观 也就是说有些客人会跟我讲说 那我譬如说异味会不会消除 但是这个其实就很难讲了 那外观上的改善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相对有些人会说 那阴道发炎跟小阴唇过场有没有关系 其实小阴唇过场到完全导致阴道发炎的机会是有 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多 阴道发炎还是跟本身的体质 阴道的酸碱质跟它里面的菌种有相关 所以这个手术的话我觉得刚刚讲到外观一定没有问题 那摩擦也比较少 也比较不会有运动上的限制 但是对于如果说会不会导致阴道发炎变少 或是异味变少 这个就不是绝对的了 阴唇的缩小的话 大概唯一的方式就是靠手术才能解决了 一些医美的疗程啊 顶多是让颜色比较淡化 它没有办法真的让小阴唇变短 所以这还是要透过传统手术的方式来解决 那当然手术就会有一些方式 根据小阴唇的长度跟宽度 然后有一些外圆切割法或V字切割法等等的 不过这就要是每个人的形状跟大小而定 V型的切除法的最大优势是 它的疤痕不是在阴唇的正边缘 所以它的好处是照理讲更不会留疤 它以最后的假设是阴唇来讲 它的伤口是这样子的 V型切除法的话 它的做法是这里切一个V型 然后把这边对到这边来 所以它的疤痕会是这样一条的 那这样一条的好处因为 它的伤口不在这个边缘 所以对有些患者来讲 它的术后疼痛会比较少 另外伤口不在边缘的话 它之后它会觉得疤痕的问题 它可能会比较不担心 那但是它有一个很可惜的点 就是其实东方女性的 因为小阴唇的最外缘 色素沉淀比较深 所以如果我们做这样切除法的话 它没有办法把这边的色素去掉 所以它的外缘的色素还是会是深的 那如果做外缘切除法的话 因为正好这色素最深的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切掉 这样的话当然坏出是疤痕是外面这样一条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 小阴唇其实不太会留疤 所以真的会因为这个疤痕有问题而来做修疤处理的患者是少之又少 至于要怎么样判断 就是要看它松紧这样拉对着起来 对不起来或是看它的喜好 因为就是比方有些人建议这边的疤或这个 所以好像很难以概而论 坦白讲我想私密处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组织吧 当然这边的组织本来疼痛的忍耐力就比较低 第二的话其实心理上的恐惧如果说要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会建议客人是做静脉舒眠麻醉 手术前打一个静脉舒眠的药物以后 手术过程中是完全睡着了 这样子我相信不管是疼痛或尴尬都会减少很多 其实小阴唇是一个蛮幸运的组织 它并不太会留疤 小阴唇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皮肤构造的话是偏薄的 我们在人体上几乎偏薄的组织 留疤的可能性都不高 小阴唇的手术当然因为我们要把小阴唇整个切断 所以它的手术可能会是整个沿着小阴唇的边缘这样去进行 但它真的留疤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去除之后它还有可能再来做吗 如果正常来讲去除之后 我们的大阴唇可以覆盖住小阴唇 或者是说大阴唇跟小阴唇是齐平的 所以在齐平的状况之下小阴唇不会一直接触到内裤 或者是一直摩擦到的话 它暗沉还是会有但少很多 小阴唇手术术后呢当天的确是比较不舒服 我们都建议客人可以尽早回家休息 通常大部分客人第二天早上的感觉就已经跟手术前大概恢复个七八成 正常上班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的确小阴唇手术之后它一个月不能性行为 我们曾经有客人手术后两周跟先生有性行为 然后结果伤口裂开又出血了 对对对所以还是小心一点 我觉得怀孕期不适合的原因是 第一怀孕后刚生产完期下体本身都会比较肿胀 血流的血流疯狂也比较多 所以可能会手术比较容易出血 然后另外的话怀孕期那段时间的话 女性的外阴部的组织也会变得跟平常原来的状况不太一样 建议是等生产完大概三到六个月都已经完全修复了以后 再来手术会比较适合 我想这个阴唇的一些各种状况 第一我觉得跟天生的体质比较相关 就是青春期发育过后以后差不多就是固定的 所以不管是外形怎么样 我觉得女孩不用因为这样感到觉得到 生到自卑的程度 那而且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都跟客人讲 就算外形上有一些觉得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其实手术都可以很简单地解决 所以在手术可以很简单解决的状况之下的话 不用太担心说我自己过长 会不会被男生误会啊 会不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其实这个都是很好处理的 当然小阴唇的清洁部分的话 我觉得正常清洁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别的去拨开拉扯 去做一些额外清洁的动作 因为我们也看过不少过度清洁 导致那边的组织变得反而有点像是角质化的现象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